大家好,又是我們 GameplayHK 火影恩者最新的 DLC 最後一個聯手奧義就是忍刀七人中 在遊戲中只有兩個人有忍刀 沒有七人那麼多 就是在北斬和鬼膠 其實水穴也有,但是水穴那把刀就是在北斬的刀 斬手大刀 這兩個人我已經試過招和覺醒 所以這次進來主要是看他的聯手奧義是怎樣 血無之七刀 鬼膠那把刀最後是給了殺人風 即是祺拉比立 當然是順手試多次他的奧義 不好意思,錯了 他的手勢明明是龜波氣功 但是出了一隻沙耳出來 這個七人中就不像曉的不是一個組織 只不過真的有一些七把刀 七位持有人的意思就是忍刀出人中 這七把刀的主人都是水之國 不無人村 所以他們都是用水屬性的忍術 這隻龍真的很有用,很遠都能打中 哎呀,有一個盡頭 還有一隻龍 再出來,這麼遠都能打中 只不過是電腦不會避免,電腦很差 試一下頭技 很慘啊,楚天 對不起,拿來試招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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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搞笑 好了,這招留在最後用 這樣就可以看完終結特寫 嘩,七鬼出來了 好搞笑 嘩 嘩 搞定 你看到其實他們是胃土轉身 但是有五個人在一隻遊戲不能用 有一個人很像水穴,就是他哥哥滿穴 都是其中一把刀的持有者 我老實說對這七個人不太熟悉 不知道你們又喜歡不喜歡呢 好,這支遊戲完了,我們遲些再見 謝謝,拜拜